当墨西哥选手一套难度3.2的动作 上演了水花消失术后 堂上的中国教练一脸凝重 因为很少有对手能够在前两轮 就对中国队形成碾压之势 就在所有人都觉得 墨西哥选手将会成为这场比赛最大的黑马时 中国队的选手彭建峰站了出来 而他将以绝对的实力告诉世人 想要从中国队的手中拿走金牌 无异于虎口拔牙 这是2023年世锦赛男子一米版的决赛 代表中国队参赛的是来自广东的彭建峰 和来自湖匪的郑九元 彭建峰曾斩获过2017年世锦赛冠军 算是妥妥的老将了 原本以为这场比赛将会是两位中国选手之间的巅峰对决 可没想到半路杀出个墨西哥选手伊瓦拉 打得两人措手不齐 伊瓦拉为了能战胜终点 更是拿出了本场比赛难度最高的一套动作 这是郑九元的第二跳 难度3.0的305C 反身翻腾两周半 入水的时候出现白腿的现象 水花没能控制好 拿到了66分